哗啦哗啦像瀑布一样不停落下 但是下方并不是修行的仙人 而是一台倒霉的红色汽车 不过另一台更惨 水的力道之大 直接把车子后车窗给冲破 车内几乎要变成小池塘 像这样的惨况 专家分析跟泡水车灭顶没两样 受损程度严重 不建议再修复 民众看到都好傻眼 还有网友打趣表示 车子在练功吗 严肺洗车 简直是天然SPA 水量真的太大的话 也是有可能造成 这个电系系统的受损 或者是车子里面的净水 这都是有可能的 如果这个水下来有一些杂质 有一些比较大的砂石的话 有可能会对于车漆和板筋造成受损 达人就说这种状况 如果水会入泥沙 轻则板筋受损 如果水量太大 车子恐怕就泡汤 因此台风天停车地点很重要 除了远离电线杆树木 更要避免停在地下室 桥的边缘跟山壁的旁边 最好把车移到停车场高楼层 不然后果不堪设想 毕竟这水像泡弹一样落下 可跟普通洗车不一样 如果跟自助洗车来做对比的话 虽然高压冲水看似力道很强 但是跟瀑布式的冲击还是有差 那我们一般的洗车的高压水柱 其实基本上都会移动 它不太可能针对某一个点 持续地去加压或冲刷 另外遇到这种瀑布式水攻击 如果停在工友停车场 若政府没有尽到通知责任 可能有机会申请国陪 但车主最好还是要自己多留意 不然一不小心就要跟爱车说拜拜 TVBS新闻 钟影轮刘萱 台北筹毛岛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